奇奇搭机惹出风波!黄邓辉护妻,最爱长荣航空。 黄邓辉,左,带着徒弟曾子余,一起前来观赏音乐剧《风中浮沈的花蕊》。 图达吉祥提供20101804.22 由董事长乐团结合九天民俗集团、乐演剧团的台湾首次跨界音乐剧《风中浮沈的花蕊》。 今,22,日下午3点在国父纪念馆首演。 不少艺人前来欣赏表演给予支持,其中黄邓辉跟他的徒弟曾子余也前来欣赏。 当问到黄邓辉的老婆搭飞机闹出的风波,他展现高X回应,最爱长荣航空笑蕊现场。 资深艺人闻下宇文湘、左,与许孝顺叶前来欣赏音乐剧《风中浮沈的花蕊》。 图达吉祥提供,20101804.22。 日前黄邓辉的老婆琪琪搭飞机到澳门游玩,回台后在脸书抱怨航空公司的飞机餐,结果引发网友炮轰,为此他特地替老婆澄清, 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长荣航空了,他们出面帮我解决很多事情,尤其是有没有送热仓的事。 高X的回应,笑蕃现场众人,他也表示,正所谓不打不相识,现在我最爱的就是长荣航空了。 而黄邓辉主持时尚玩家已经五年多了,其中与曾子余共同搭档的来去住一晚单元深受粉丝喜爱, 但有观众发现黄邓辉已经很久没出现,怀疑是不是因为琪琪惹出的风波,害他丢了主持榜。 黄邓辉则回应是为了日后的表演,营造神秘感,因此才减少与曾子余的合作主持,跟他先拆开,才会有合体的感觉。 怕观众看他们两个的组合久了会面。 问到曾子余有没有暗自窃喜不用与黄邓辉搭档,他打太极回应,没有了。 你们不要弄我,接住已表演要开始的理由,逃离现场。